大家好我是旭哥我可愛 歡迎收看旭哥手遊攻略 那是巔峰極速 好那下一個賽季布加迪要開抽 必須要存很多鑽 那旭哥已經存了將近15000鑽 準備來抽這個布加迪了 那這個主線旭哥有發現有隱藏版的任務可以解 等一下會詳細的分享給大家 那最多以幫忙隱藏版的序號 還有iOS的兌換教學 那最重要的是有各種隱藏版鑽鑽石的方式 有一次這個活動都快結束了 各種隱藏版的鑽鑽方式就不嘗試分享給大家 好還沒訂閱頻道呢 記得訂閱頻道隨時觀看旭哥手遊攻略 頻道各種最新的手遊攻略 還有禮包嘛禮品嘛兌換嘛遊戲的虛寶序號 獨家最新啊 好下一個賽季呢即將開始了 那這個最新的神車布加迪一定要開抽 那開抽需要什麼就需要很多的鑽石啊 所以先來講這個最新發現的隱藏版的鑽鑽石的關卡 那虛哥把這個主線解完了剛好花點時間 右上角主線解完之後他會出現這個隱藏版的關卡 像是這個 達到高級車手這個有隱藏版的鑽石 他是額外在出現的就是你147個任務都解完之後 有隱藏版的鑽石可以拿爽啊這個 可以拿到大量的資源 鑽石全部拿起來然後還有這個解完所有出出貓的任務啊 還有還要跑去玩這個教學 我靠 玩到現在還竟然還要叫我們去玩教學 那玩完之後還有隱藏版的鑽石可以拿 所以這個必須去拿因為為了要賺鑽石 沒有這個鑽石就賺了好幾百鑽 所以大家可以這個解主線的隱藏版關卡還有額外的鑽石可以拿 算是小任務 好那接下來呢虛哥翻最近比較常忘記的是左上角的免費這個 每天可以開這個禮包免費禮包這邊有鑽石 但最近有時候忘記開大家記得看一下 這個因為他現在比較沒有在提醒了以前會提醒現在好像沒有在提醒 所以自己要去按這樣左上角這邊 好那活動一樣 活動呢最近的鑽石也給蠻多像是車標之前講過嘛 這邊有隱藏版鑽鑽石的方式 今天早上才鑽到50鑽而已 有換了一下直接用這個三個車標直接去換一個鑽石的這個 有時候看開到其他的 那今天早上這個有開到50鑽 這邊就是你用三個車標去換 然後等一下可以來跑一下晴空塔晴空塔也可以拿鑽石 然後這個 這個每天抽獎那虛哥有抽到280鑽 好像有圖啊等一下最後再給大家看一下 好最後給大家看一下抽到兩三次吧 大家加油在看順便看到虛哥好接下來呢是這個新賽季預告這邊每天都可以拿鑽石 有三台新神車嘛是昨天遜哥講的 然後這個合約新車呢 是給課金向的TTS ODI TTS 然後有這個新的賽道 托斯卡納賽道 好義士田園呢這個 義是不是寫錯啦 義大利的義吧 義 義士 那個義應該用義大利的義比較好 那個有點好笑 好 好接下來呢這個禮拜 一禮拜二應該都還會有新的鑽石可以拿 四號五號六號 然後這邊有全新賽季獎勵還有活動這個新車可以看到 好那周籤到剛才0的500鑽了 然後車輛試駕記得 假如你還沒有跑的話記得跑一下 這個至少都有50鑽可以拿 好這幾個是比較重要的 這個有鑽石可以拿 好接下來呢 欸任務解一下 這邊來解一下鑽鑽石啦 每天這樣解應該也有一兩千鑽了 就是把那些雜七雜八解解 然後每週啊 每日的這個解解 這個一定要解啊 因為禮拜天結束就沒啦 哭哭了 欸差點忘記 差點忘記去解 好 然後合約 下一季的合約呢 新車是那一台 ODI的TTS 也剩四天耶 所以大家把握一下 然後現在還是可以開到鑽石 每天開這個也有鑽石可以拿 鑽石輪胎引擎 就是解任務 跑這些就可以拿到了 好那週末呢 還有額外鑽鑽石的 就是這個俱樂部耐力賽 記得來跑一下 這邊有額外的鑽石可以解 他只要有任務就可以拿到了 喔唷 獎勵 那旭哥已經全部拿到了 包含了鑽石啊 大量的底盤 入門 然後高級還有頂級的都有 然後鑽石 然後鑽石 5級 10級 然後15級都有鑽石 所以不少 加減拿一下 那每天獎勵也可以拿 等一下來跑一下 這邊有底盤可以拿 至少要跑個兩場 那當然跑四場是最好的 就是可以拿個底盤啊 加減拿一下 然後還有鑽石 不錯啦 然後租車設定 這邊好像也有資源可以拿 好那旭哥抽中好幾次280鑽啊 比較可惜沒有抽到 最高那個應該是 2880鑽還是多少 就是差不多將近3000鑽 但是抽到這個也不錯啊 280鑽 也將近可以抽兩抽了 為了未來來抽這個布加迪 記得每天來參加抽獎 那至少也可以拿80鑽 好 這個算是蠻爽的 一起分享給大家 至少有抽中五等獎 最多組的禮包嘛 還有隱藏版的序號 總整理 那我們首先點畫面 右上角的齒輪 齒輪點進來之後呢 我們點畫面 右下角的禮包兌換碼 這邊就可以輸入禮包碼了 好我們就輸入這個 MASTER 然後777 接下來立即兌換 顯示兌換成功 達到信件去領取 接下來我們輸入這個 AHINS 接下來立即兌換 顯示兌換成功 那一樣到信件去領取獎勵 好接下來我們輸入這個 RACING666 接下來立即兌換 顯示兌換成功 那到信件去領取獎勵 接下來輸入這個 WIN WIN WIN888 接下來立即兌換 一樣顯示兌換成功 我們到信件去領取獎勵 好接下來輸入這個 GOGORACING 接下來立即兌換 一樣顯示兌換成功 那去領取獎勵 好那接下來輸入 RACING888 按立即兌換 顯示兌換成功 那到信件去領取 接下來我們輸入這個 NEAL888 按立即兌換 那顯示兌換成功 那到信件去領取獎勵 接下來輸入這個 RKUI666 接下來按立即兌換 一樣顯示兌換成功 那到信件去領取獎勵 好接下來輸入這個 LETSGO168 接下來按立即兌換 好兌換成功 那到信件去領取獎勵 接下來輸入這個 DRIVER666 按立即兌換 一樣兌換成功 爽 TEAMRACE666 接下來按立即兌換 就顯示兌換成功 那到信件去領取獎勵 就OK了 好那接下來 RACING777 接下來按立即兌換 顯示兌換成功 那我們到信件去領取獎勵 就OK了 接下來 POST 然後00 POST 00 接下來立即兌換 就顯示兌換成功了 到信件去領取獎勵 接下來 GG 1019 GG 1019 按立即兌換 就顯示兌換成功了 一樣到信件去領取獎勵 NL888 然後接下來按立即兌換 再顯示兌換成功 那到信件去領取獎勵 好那接下來輸入 XIAOMA888 按立即兌換 就顯示兌換成功 那到信件去領取獎勵 好那接下來輸入這個 FAYE1019 FAYE1019 按立即兌換 就顯示兌換成功 那到 這個信箱去領取獎勵 獎勵 獎勵會發到信箱去這樣 好那接下來輸入下一組 GUI GUI888 接下來按立即兌換 就顯示兌換成功了 那一樣到信件去領取獎勵 那接下來還有這個B1B1888 B1B888 按立即兌換 就顯示兌換成功了 那我們一樣到信件去領取獎勵 KINGO 然後1019 接下來按立即兌換 就顯示兌換成功了 那到信件去領取獎勵 就OK了 10000 RACRS 它顯示兌換成功 那到信件去領取獎勵 那IOS玩家記得 等一下看完後面還有講這個 IOS要什麼 兌換 VIP 然後777 VIP777 接下來按立即兌換 它顯示兌換成功 那到信件去領取獎勵 好那接下來呢 我們輸入這個 VIP 然後888 接下來按立即兌換 那顯示兌換成功了 那到信件領取獎勵就可以了 好那我們接下來輸入 GODTONE888 接下來立即兌換 就顯示兌換成功了 那一樣到信件去領取獎勵 好那我們接下來輸入這個 TSUKI666 TSUKI666 按立即兌換 顯示兌換成功了 那到信件去領取獎勵就OK了 所以這邊一共有 將近20組的需號 那等一下還會講這個 iOS的禮包 要怎麼樣對話 還有隱藏版需要拿法 所以這邊大家看一下 禮包碼這麼多你看 這張序格之前領了差不多20組的隱藏版的序號 那這邊全部領起來了 就可以領到非常多的鑽石啊 資源都在這邊 前面也領了一堆鑽石 那iOS隱藏版的序號呢 還有這個預約獎勵的隱藏版序號 都會在後面分享給大家 所以大家一定要仔細看完這個 所有的攻略 還有這個 像是綁定帳號的隱藏版序號 也都會在這邊分享 好那有很多iOS玩家說不能兌換禮包嘛 那這邊呢 直接幫大家就是攻略啦 首先我們到官方的FB粉專 在昨天的下午3點33分的時候呢 官方的FB粉專就有提供 如何查詢預約的虛保序號 預約的虛保序號就是我們隱藏版的序號 好嗎